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螺絲孔的認識篇 那我們都有看過螺絲 那我們知道螺絲要怎麼去運用它嗎 那今天呢就會教導各位 我們的螺絲的種類這麼多 我們該怎麼運用螺絲孔來配合所需要的螺絲 以及說這些螺絲孔呢是怎麼做加工出來的 以及它的一些相對的運用 那這裡呢,今天最主要就是入門介紹 來讓大家知道一下螺絲怎麼去運用它 那當然進階一點呢會有一些 彈簧華絲、平華絲 甚至有一些特殊的設計 或者一些配合的像是螺絲膠等等的 那今天呢,最主要是會以入門的方式 所以比較進階的地方呢就沒有介紹到 那這邊我們要怎麼入門認識它呢 我們就去看下去囉 首先呢,來介紹一個最單純的螺絲孔 那就是一個圓孔 那螺絲孔呢,顧名思義就是螺絲所需要的一個孔 那像畫面上這樣子 其實螺絲孔呢,我們最常見的呢,都是用鑽頭 然後直接鑽出孔來 那是最直接的 那鑽孔的尺寸呢,我們就跟搭配的螺絲來做一個搭配就可以了 那一般螺絲孔呢,通常都會比我們螺絲再大一點 這樣我們在裝配的時候會比較順暢 如果你的尺寸抓得太剛好 有時候,有可能你的螺絲呢,是放不進去的 所以一般我們的孔會稍微大一點點 像假設,畫面上是M8的 那我們可能會做個8.2或8.5都可以 甚至做到9都有可能 所以螺絲孔的裝配其實它的公差是蠻大的 那這邊先讓大家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公牙孔的形式 那公牙孔的話,一般我們都會先用鑽頭先鑽出一個洞 那這個洞通常比我們想要的螺絲的螺絲孔呢,會再小一點 然後呢,我們再經過螺絲孔做一個公牙的動作 公完牙之後,得到我們想要的螺絲孔 那我們所搭配的螺絲就可以去做鎖附 那關於鑽頭、螺絲孔以及螺絲的一些種類的認識呢 有興趣的,我會放在影片底下的說明 那可以去做一個連結的觀看 那這裡我們做完之後,我們可以怎麼去做使用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我們一開始呢 剛第一個章節所講的 如果是兩個鑽孔的話 那當我們的 弓箭,假設我們有A跟B 那AB呢,我們都只是做鑽孔的話 那我們的螺絲是沒有辦法鎖附的 我們要有這個概念 我們兩個都是孔的時候 你螺絲穿過去 我們想像一下 這裡會有一個自由度 所以它上下這裡 沒有辦法去把它固定起來 那假設我們是 一個東西呢 假設這兩個是一個板材 一個板材是有公牙 一個是孔的話 那我們螺絲呢 就是穿過這個孔之後 鎖附在第二個有牙的地方 所以我們一般的螺絲呢 比較常見的是這樣的一個固定的方式 那所以你如果想說 我兩個都鑽孔 鑽一個圓孔 我們就可以固定螺絲了嗎 其實是沒有辦法的 那如果你要這麼做也是可以 我們的螺絲呢 螺絲長度就要長一點 然後在另一端呢 我們使用一個螺帽 把它鎖起來 所以這樣子也是一個方式可以做固定 那當然這裡呢 比較進階一點的用法 有的地方會用到螺酸 那這邊就沒有再探討 所以這邊讓大家理解一下 所以我們最常見的運用是 鑽孔加公牙兩個來做一個結合 那這邊讓大家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呢 要介紹的是長圓孔的運用 長圓孔的話 我們從畫面上來看 它就是一個長條形的一個圓孔 那這裡呢 是因為我們比較常見的呢 是洗床加工 那洗床加工的話 我們用洗刀 它一定會有一個R角 所以我們加工出來 會是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有時候呢 我們是一個鐵板材 那鐵板材的話 我們有可能會做一個開模的動作 所以是沖孔下料 或者是說我們是用雷射切割 我們也可能會用這樣的形式 所以我們的螺絲呢 它就會在這個溝槽裡面做一個滑動 那這裡呢 我們可能是直的 也有可能是狠的 甚至像這樣一個弧形的 我們都有可能會運用到 像這種弧形的話 我們有時候運用在一些 皮帶的墮輪之類的 我們可能會用到這類的 那這邊的運用就會非常的廣泛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長圓孔呢 這是因為有時候我們在加工的時候 會有些誤差 所以透過這個螺絲的長圓孔 可以做一些公差的調整 那就算它有偏照 我們還是可以做鎖付 甚至有時候 是跟公差沒有關係 而是跟組裝上呢 你可能要做一些微調 有時候呢 我們也會用這些 長圓孔來做一些輔助 有了長圓孔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更自由的去調整 或者是鎖付我們想要的物件 那這邊讓大家了解一下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咪頭孔的一個形式 那這裡有的人也把它稱呼做沙拉孔 那這邊咪頭孔的用意是什麼呢 它在於說我們要把螺絲呢 藏起來 所以我們鎖付完之後會發現 這個平面完全是平的 我們的螺絲頭是不會突出來的 那這邊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呢 我們如果在做咪頭孔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我們的材料的厚度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厚度如果不太夠的時候呢 咪頭孔會 因為這邊的尺寸可能會不夠 像畫面上我們看到有三種形式 那當然你越小的 咪頭螺絲呢 它所需要的厚度當然就是要越薄 那越厚的話相對的你這邊壁厚就會比較少 這邊我們在加工的時候要注意到 所以它鎖付的時候是運用這個斜面呢 來做壓合一個動作 那這裡呢我們要注意的是 當我們做這個加工的時候呢 我們要注意到這個深度以及這個角度 是不是跟我們的螺絲是吻合的 如果是吻合的話我們才有辦法去做鎖付 那當然呢我們在做一個 咪頭的加工的時候呢 我們的鑽頭一般都有一些成型刀可以做使用 所以基本上這邊是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那這裡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什麼 像木板材類的加工 甚至有一些木板材呢 它是沒有加工的 你的螺絲它就是一個鎖頭型的自公牙 我們直接把螺絲呢鎖附在木板之後 你硬把它鎖下去之後 你就會發現螺絲就直接的在木板材上面呢 直接弄出這樣一個形式 就類似鎖頭孔的一個形式 那如果是鐵板材類啊鋁啦等等的之類的呢 我們就需要用一個成型刀 把它做出這樣一個形狀 那這邊呢就看各位怎麼去運用它囉 接下來呢是成頭孔的形式 那成頭孔呢跟鳴頭孔是有類似的道理 它都是把螺絲孔呢把它沉進去 所以呢我們螺絲鎖附之後呢 在這個平面上呢我們螺絲是不會凸出來的 那這邊呢我們一般傳統的做法呢 會運用兩個鑽頭 那鑽頭的話有可能是洗刀的形式也有可能 就是我們先鑽出一個孔之後呢 另外一個呢用平頭鑽或是洗刀呢 洗出另外一個形式 當然還有一個是我們使用成型刀一次完成 這樣子的話呢我們有一個優點 如果我們用兩次的兩個鑽頭呢 它有可能它會偏心 那我們鑽起來的話可能尺寸會有點歪斜 那如果我們用成頭孔的成型刀一次完成 第一個我們也比較省時間不用換刀 再來鑽出來呢同心度也比較好 所以其實我們一般的夾攻呢都會用成頭孔成型刀來做會比較方便的 那再來我們來看一下成頭孔呢它的差異在於說 我們鑽頭孔它所需要的厚度呢是比較薄的 那成頭孔相對它的厚度要比較厚 第一個當然是它螺絲頭的厚度也比較厚的 那這邊它跟鑽頭孔的差異在哪裡呢 在於說如果是一樣是內六角的一個螺絲頭的話呢 我們如果使用鑽頭孔的話 如果各位有去鑽附過螺絲的話會發現 鑽頭的螺絲呢其實它是它的頭比較容易崩牙 有時候我們在鑽附非常大扭力的時候呢 你的一個不小心螺絲頭崩牙之後呢 你可能就拆不起來了 所以我們如果是有一種比較常在拆卸 或者是你拆卸的時候呢 需要大幅的去鑽緊跟放鬆的時候呢 我們一般會用到乘渦螺絲 一般我們乘渦螺絲 螺絲等級是12.9厚度是非常硬的 所以耐用度也會比較好 所以我們通常就會用螺絲 那搭配的話就要用鑽頭孔 那相對的一樣尺寸越大的厚度要越厚 那這邊我們就要注意一下我們的厚度 夠不夠把我們的城頭呢 沉進去然後還有壁後可以讓我們鎖附 當然你要記得你的壁後一定要夠 如果不夠的話它整個破孔的話 我們就沒有辦法去鎖附螺絲了 那所以這邊呢 我讓大家理解一下該怎麼去運用它囉 最後呢來介紹一下六角孔的一個種類 那六角孔的話我們一般呢 在傳統的加工呢 我們是比較少看到的 因為我們傳統加工要做六角孔呢 是相對困難的 那有時候我們會怎麼做呢 有可能呢我們會開模具 使用沖壓的方式呢 沖出這個六角頭 當然這樣的話對於加工上呢 相對的模具成本啊 製造成本都會相對高 所以我們在一般傳統的加工裡面 很少看到有六角孔的 那六角孔呢 如果我們是使用另外一個方式 像是3D列印 我們就非常常看到 我們想要什麼形式 我們就自己做出來就可以了 那當然我們的用途在於說 我們可能呢 要把一個六角羅帽塞進去 那塞進去的用逸 你可能在另一邊想要鎖附牙 有可能這個是塑膠製品 塑膠製品的話 你可能做牙的話 它的強度不好 你可能要用羅帽做搭配 有時候你可能就要用六角孔 那如果你是一個傳統加工的方式呢 也許你可以換另外一個方式 像是我們如果是 洗一個溝槽出來 然後運用兩邊呢 來扣住這個羅帽 然後從另外一邊做鎖附 一樣可以達到同樣的功效 或者是說 類似T型工作台這樣子 它直接 洗出一個T型草出來 當然T型草這個呢 一樣會有一些成型刀可以使用 我們使用洗床 從這個角度 直接洗過去之後 得到這個T型草 T型草之後呢 我們在裡面一樣可以放羅帽 然後上面可以鎖附螺絲 可以做一個滑動的動作 來做固定 當然有時候呢 有四方形的一個T型的羅帽 形式也可以使用 那這邊就是一個延伸的運用 所以我們在六角孔呢 雖然我們比較少在加工看到 但是我們一樣可以用別的方式來去克服它 那這邊要看各位怎麼去運用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螺絲孔的認識篇 那今天所介紹的這幾種形式呢 都是我們很常看到 常使用的一個形式 那這裡你可能會有個問題說 那我們該怎麼去使用螺絲孔呢 該怎麼去選用呢 那這個問題呢 我們要反過來思考 那其實呢 我們怎麼去選用這個螺絲孔的 是從我們的需求開始 你想要什麼需求 什麼功能呢 你就會搭配了選用 什麼樣的一個螺絲 最後我們才會選用什麼樣的螺絲孔 所以螺絲孔是我們最後做決定的 像是 假設說你需要比較大的扭力的時候 你的螺絲呢 不希望它會壞掉的話 我們可能會用 乘窩螺絲 那這時候乘窩螺絲呢 我們就有幾種選項 你可以用乘頭孔 你可以用單純的圓孔 或者是你要用公牙孔 甚至用橢圓孔 長圓孔 都是可以的 那這裡如果你想要說 鎖附完之後 你這個平面呢 是沒有看到螺絲頭的 那我們就有兩種選項 第一種是明頭孔 第二個是承頭孔 就看我們怎麼使用 那如果你的 你的一個板材 假設是板材 厚度是非常薄的話 那你就不太適合用承頭孔 就比較適合用明頭孔 類似這樣一個概念 所以呢 我們就是 看我們的需求在哪裡 選用我們適合的螺絲 那我們最常見的呢 好像是 圓孔 直接做貫穿 然後鎖附的話 這也是比較常見的一個形式 那有時候 我們都會希望說 我們的螺絲盡量的少 或者是說 看不到螺絲 那這時候就要看我們設計 要怎麼去運用 也許呢 你可以在外面把它 螺絲頭貼掉 或者是說 螺絲是反向鎖的 從另一邊去做鎖附的 讓螺絲頭呢 是不會外露在我們的 產品的外觀 那這邊呢 就看各位怎麼去運用 搭配這幾種 我們比較常見的螺絲孔呢 運用在不同場合 它能達到的功效是不一樣的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 掰掰